嗨 欢迎回到我们的YouTube频道 我们今天要主讲的这个主题叫 如果您还在亏钱 你必须这样做 我发现很多的我们 当你交易的时候 你亏钱的时候 可能我们走的方向走错了 所以我们今天要把重点 就是说你在亏钱的时候 你必须做的三件事情 我们就在这一堂课把它讲完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亏钱 是别的原因的关系 但是恰恰它并不是在我们亏钱的范围内 所以我们今天来看一下 这三件事到底是什么 那如果这个是你第一次来到我们的YouTube频道 欢迎来到我们的YouTube频道 记得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并打开你的小铃铛 我的名字是婷婷 那还没有开始之前 一如往常我们需要做个免责声明 今天所有的内容是用过做教育的用途 没有任何的买与卖的一个建议 我们来看一下 在我们还在亏钱的话 交易里边 不管你投资交易里边 如果你还在亏钱的话 有什么东西我们需要注意 那很多的我们在交易亏钱的时候 可能以前的我像你们一样 看的东西看错了方向 打个比方好比我们以为我们用的指标用错了 所以我们一直在找寻对的指标 第二我们以为找寻了指标 也有可能是我们的time frame用错了 打个比方到底是要用五分钟的图啊 还是用一个小时的图 还是用四个小时的图 所以我们以为这方面是我们错了 所以我们结果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去找了这一块 那到底这些东西重不重要 我今天的主题我们不谈 过去我们有一个内容是讲说有关 这个indicators 就是所有的交易的指标 包括你要怎么去筛选你的交易指标 包括你的time frame 包括技术分析 你可以去回看我们过去的video 但是今天我们这堂课要看 专注的去看 到底我们亏钱的时候 有哪三件事 我们一定要去做 那话不多说 我们来开始第一个部分 那第一个部分 当然是你一定要拥有经过验证的系统 那这边有两个主要的部分 第一验证 第二系统 看到这个部分吗 验证跟系统 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有系统 但是我们的系统没有经过验证 就是我们凭空想象去把这个系统给建立上来 但这个系统本身是没有经过验证的一个系统 好比就打个比方 很多时候我们在建立整个系统的时候 在系统方面第一欠去了一些东西 第二你可能筛选了系统 你也不知道它到底能不能够表现 所以你没有做一个回撤的一个作用 就是你没有去backtest 所以今天我们要着重的东西就是 当我们有了这个系统 我们这个系统一定要经过验证 所以有两大部分 一你一定要拥有系统 第二你的系统一定要被验证 这样可以明白吗 因为今时今日 我们整个交易的大环境呢 是属于一个多样化 多变化的一个环境 很难去所谓的跟你讲 这个东西一贯用下去 你就可以去用 所以你会发觉到 当你的整个环境是多样化 多变化的时候 我们的系统本身 我们一定要对它了解 很多的我们拥有系统 拥有验证的系统 可是你对它的系统本身的了解 还是不懂的 所以当你在亏钱的时候 你可能第一个部分 先看一下 如果你已经有了系统之后 你的系统也被验证之后 我们下一步要检讨 或者要看的是 我们对我们的系统的了解 到底有多少 好比方说 今天我有这架手机 如果我对这架手机 每一个应该要运用的 那个软件或者是按钮 我都很懂的话 有什么事情来的话 我很清楚知道 我要去哪里去处理它 所以我们要对我们系统 本身的了解是要很强的 包括你系统本身的弱点 包括你系统本身的优点 只有我们去了解之后 我们才能够全盘去接受 所以当事情发生的时候 我们可以明白 因为没有任何系统是完美的 我重复 没有任何系统是完美的 所以当你对你的系统本身 不够了解的时候 你就会发觉到说 当你亏钱的时候 你会一路亏下去 所以我希望你对这个部分明白 那接下来就像我讲 重点在这个拥有经过验证的系统是 包括你的本身一定要设立系统 如果你还不懂怎么设立属于你的系统 就好像打笔交易里边 很多人以为技术分析很重要 但是其实交易里边 恰恰的是整个系统很重要 就是全面化的东西 你的系统应该拥有什么东西 你一定要懂 而这个系统未必是software 它可以是你自己的一个防程式 所以如果你完全没有系统 或者你对你的系统的了解都不了解 或者你不知道怎样才算是一个完美的系统 或许你可以在我们的那个description那边 点击我们的链接 你可以去报名参与我们 如何设立这个交易系统的部分 所以第一个部分 你一定要拥有系统 第二 当你拥有了系统之后 你一定要确保你的系统是被验证过的 而并不是凭工想象 我要这个系统我就可以了 第三 你要对你的系统了如指掌 所以这一个部分 你一定要很清楚 要怎么去做 好了 那当如果你还是在亏钱的时候 这个是第一个部分 你需要去往进入里边去探讨的部分 那第二个部分呢 那就是我们所谓的交易的心理学 那教育里边呢 其实我们探讨这个心理学是一个很阔的一个部分 我相信过去我们曾经探讨这个心理学 到底有什么构造组成 包括你的ting, feel, do 这个部分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你可以去翻阅我们过去的视频 你可以去了解一下 那很多时候 我们在交易里边呢 是因为处于什么一种状况 我们对这三个部分 我们不了解 我们欠缺了其意的部分 所以来到交易 我们才会处于很多的问题 如果当你足够了解你自己本身的话 你足够知道到底你的弱点在哪里的话 整个交易相对的就比较容易 所以记得你每个component你都要打个比方 很多的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去运动 但是很多时候为什么我们做不了 我们会处于好像很懒惰的境界 很多借口的境界 但是当你了解心理学这一块的时候 我们再来到交易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你要怎么去处理 包括交易里边 如果我没有纪律 我要怎么去处理 到底为什么会有出现没有纪律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希望你去看回之前 我们有关这个心理学的部分 你去了解的话 它可以帮你在你的交易里边 降低你的亏损 那最后一个部分 当你如果还是继续属于亏钱的部分的话 这个部分千万千万别忽略 那这个东西叫做减少错误的交易 那交易里边我们时常做 ERROR TRACE 我们叫ERROR TRACE 就是你交易的时候你交易错 它可以是你今天要Buy 你去SELL 你今天不应该进场的时候 你去进场 今天你整个交易系统跟你讲 你一定要遵守这个交易规则的时候 你没有去遵守 所以这个错误本身 可以是我们不小心的 可以是我们自己故意的 我们放开关引号 故意的去犯错的 就是说你明知道你不可以做 可是你还去做的部分 而如果你去看很多书的话 你就会发觉到 其实你第一个东西 把你的交易的错误减少 就是我们所谓的ERROR TRACE INDIRECTLY 你整个交易的盈利跟亏损 或许你还在亏损的当额 你会下降很多 如果你是在盈利的话 你会把你的盈利提高很多 我没有讲错 你也没有听错 那个句子叫提高很多 所以尽量把你的交易错误减少的话 你会有很惊讶的发现到 你整个交易的盈利跟亏损 亏损方面 如果你是在亏损的话 你会减少很多 如果你是在盈利的话 你将会增加很多 所以我希望 当你在亏损的时候 把这三个部分 把它看入深入了解之后 相信我 你多多少少亏损的部分 你会知道发生什么事 不要往错的方向去走 包括你的技术指标 你以为是你技术指标的问题 你以为你是time frame的问题 你以为你是单纯 教育心理学的问题 而亏损王是这三个部分重组起来 你可以把它处理完之后 你就会慢慢发觉到 你亏损的部分可以慢慢降低之后 你慢慢可以赚钱 如果你是在赚小钱的部分 你会慢慢把它赚大钱 所以我重复三个部分 当你如果现在在亏损的话 你可以去探讨 第一 你一定要拥有验证的系统 所以第一个部分 你一定要有系统 那是第一个部分 第二 确保你的系统是经过验证的 第三 你要很了解你的交易系统 很多时候我们不了解 我们的交易系统 我们拿一个黑箱来操作 我们会发觉 我们处于会亏损的状况 就好像 如果你今天交易 人家更加一个tips 你不知道它的前因后果 你不知道这个系统本身 或者这个tips本身有点弱点 你将会发觉 你有很多的问题 就会延伸了 那第二个部分 了解交易心理学这个部分 从定field度 每一个部分 每一个环节 真正去了解你整个交易的话 你会发觉 对你的亏损这个部分 会挡足很大 那最后一个部分 当然是把你的错误的交易减下来 就是我们所谓的 error tricks 把它给减下来的话 你整个交易 你就会发觉到 你亏钱的 你将会减少你的亏钱的 你赚钱的 赚小钱的 将会陆陆续续 赚大钱 所以你一定要把这三个部分做好 你交易 你将会一帆风策 所以谢谢你们的观看 记得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并记得给我们一个like哦 我们下堂课再见 我的名字是婷婷 拜拜 拜拜 by bwd6